美国真的把中俄打成超级背靠背 尤其大陆外长王毅 9号在北京跟到访的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会面了 拉夫罗夫说中俄关系 真的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且中俄两国元首会在纪念什么 上河组织峰会 金砖峰会会碰面 还不排除在其他场合会碰头 王毅则说双边要抵制霸权主义 还说中俄两个大国有责任处理 全球热点问题 一起来听看看 那老师你怎么看中俄关系 而且王毅其实说 我们要做到五个始终 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以及要始终坚持不结盟 不推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要在大势大势的前提坚守正道 而且合作当中追求普惠共疑 而且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条跟第五个始终 第一个就是要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这句话亦有所指 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它是大国 这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在评准购买力它是排名第二号 因为评准购买力在2015 16年的时候 中国早就超越它了 所以它是评准购买力 也就是说真正的国力 它是排名第二 那以这个名义的汇率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以美元为基准 美元涨成这样 那美元那个只要一直加息 它的名义的 好像它的国力就很强大 但是呢等到它开始这个 要降息的话 降息的时候 它的美元一直贬值的话 它的国力就衰退嘛 好 那所以我们以这个凭准购买力为主 第二名的那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每一次跟这个国家领袖会谈的时候 谈得都蛮愉快的 不管在G20的时候 巴厘岛谈得也蛮愉快的 对 然后在这个旧金山的庄严会谈的时候 谈得也都蛮愉快的 可是谈完了以后 它底下的那些人 对 都不信他们老大讲的话 就是老大说 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要合作啦 我们不搞对抗啦 我从四步亦无异到五步亦无异到六步亦无异 最新的是六步亦无异 要对付中国的发展 这不就遏制中国发展吗 要遏制嘛 而戴琪跑到这个欧洲去 他跟欧洲说 哎呦中国的经济体制啊 太有效率了 能力太强了 所以我们欧洲人一定打不赢他的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美国人跟欧洲人团结起来 我们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说一套做一套 可是他们都不听他们的老大的 他们的老大要不就是傀儡 就是第一个要不就是 他就是名符起始的傀儡 第二个呢 他就是没用的老人 第三个他就是两面人 两面人就说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都很好 背后呢 翻过来以后 赶 赶赶 赶打压 赶那个 你看 所以这次王毅这个 第一个我最重视的就是 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所以你就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你无能到极点 一个就是你就是一个道德轮上 人格破产的 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 这个看你选哪一个 你选哪一个 选无能 还是选没有道德的人 你自己选 这个就第一条 我觉得这个杀伤力有 好 最后一个就是 始终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夺极化 那也就是不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 对 没错 单极世界早就结束了 从1991年 全苏联崩解之后 你美国确定了 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以后 你从这个小布希开始 你就侵略世界各国 你打了阿富汗 打了这个伊拉克 打了利比亚 打了叙利亚 你侵略全世界 那单极的时代结束了 因为中俄要推动多极化 而且也希望欧洲一起来加油 现在看你欧洲有没有骨气了 不过我觉得我比较看重的是第一个始终跟第五个始终 对 所以中俄现在被打成背靠背 然后其实元首今年还有很多次的会晤 那在国际的局势上当中 中俄也在很多领域可以看得出来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说到什么呢 美国现在真的是被讲说 有一些怎么样 在内忧外患 在国际上你好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吗 第一个来看到3月20号 联合国不是安理会通过2728号决议吗 要求摘接月期间加薩停火 那摘接月只要4月9号 然后联合国这边 中国大陆临时代办代兵就说 中俄还有阿尔吉利亚 在3月22号提出的刚刚巧案当中是反对票 然后他背离了安理会成员共识 那他也提到2728号 这就是安理会第一个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 美国竟然说这个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不符合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那另外他也说要敦促以色列绿星国际的义务 要遵守要求立刻停止加薩的进攻 但是现在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停火 没有满足到哈马斯的要求 所以看起来不会有一些谈判的一个空间 然后纳坦雅胡他说 我们已经安排时间要来打拉法 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 美国这边开始呛了 说什么呢 你不能这么做 最后会损害以色列的安全 美国说你不可以去打拉法啦 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啦 但是我2000枚的精准弹道导弹送进去 还有F15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啦 我50架我先卖你送你25架F15战军 你去打拉法 所以呢我一方面说 你美国人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你会伤到自己啦 武器送过去 弹药送过去 飞机送过去 送过去的目的在哪里 去打拉法 这个就是美国 也就是说演戏 演给大家看 可是美国的人民已经受不了拜登政府的 这种两面性了 因为美国的人民也受不了拜登政府的这种没有道德 的这种这种说法跟做法 所以美国的人民站起来了 说不可以这样子 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拜登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降 摇摆州里面一直不断的在 擺来擺去 然后输的比重比赢的次数还要高了 那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剩下的同情全部消耗殆尽 以色列的人民也受不了他们的政府 内塔尼亚胡 这样子的胡搞瞎搞 已经搞得天怒人怨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家束手无策 为什么 因为即使以色列第一波的抗议活动十万人 第二波的抗议活动五万人 但是以色列的警察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 甚至还有以色列的极端恐怖分子 已经是类恐怖分子了 他驾车去冲撞人群 然后冲撞以后本来想逃逸 后来被抓到以后 然后他找他律师说 哎呀他不是要冲撞人群 他是刹车失灵 他已经有一直叫 一直叫 可是见证人看到明明是他是冲撞人群 而且还要逃逸 造势还要逃逸 那完全不是说他真的想要设法 那这叫什么 这叫做怂包 敢去撞人的时候一看 惨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 怕去坐牢 然后就改口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怂包 那一旦到这里的时候 中国大陆再重新给大家威胁 没有多久的事情 说我们联合国安理会有个决议通过了 美国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美国所主导的任何安理会包括对于朝鲜的制裁 是不是也不具备有法律的约束力 对伊朗的制裁是不是不具备有法律的约束力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美国把整个国际的秩序 国际的法律秩序已经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如果你美国人是错的话 你就应该要道歉认错 你应该要约束以色列 说不准开火 现在的情况是谈判破裂 因为在埃及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所以看起来这个战火是一触即发的 为什么 因为栽结业即将要结束了 也就在我们的时间到12点就没了 然后但是到这个中东地区的时间 再往后延一点点 但是也即将要结束了 大家看是不是又要重新开始战火了 对啊 大家都不想要这个战火在越来越多 尤其来看到这个以色列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沙红的眼 尤其这个现在来看到 他先说我们撤出了 加萨的尤罕尼斯这个地方 然后就说我们要为了北部 黎巴嫩这边进行备战的工作 斯坦恩也说伊朗说要攻击以色列 然后他说也许是用代理人的部队来实施吗 尤其为什么是说他要准备北部的战争 跟黎巴嫩 会不会是为了戈兰高地呢 因为戈兰高地被说 已经有一些以色列的部队 部署到这个地方了 戈兰高地很重要 他距离叙利亚非常的近 然后也距离以色列的首都 特拉维夫也很近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 戈兰高地三分之二被以色列给抢走了 然后联合国决议要归还 以色列也拒绝 只有智库曾经有说 以色列如果失去了戈兰高地的话 灭国不远 我觉得目前来讲 以色列内唐尼亚弗为了保卫自己政党跟他自己的权力和权威的政治利益 他不惜违反这个维也纳的外交公约 去用精准的炸弹六枚 把这个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整个炸掉 死了十几个人 里面有很多是他们的军事的指挥官 目前来讲伊朗的最高的政治宗教领袖 已经愤怒了 他下令一定要采取报复的行动 所以伊朗有完整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他的报复具备有正当性 目前传出来的是伊朗已经经由伊拉克 因为伊朗跟伊拉克都是逊尼派 一直到叙利亚都是逊尼派 这连成一大线 连成这一大片的时候 伊朗已经把他的这些更具有杀伤性跟火力的武器弹药 都开始往 经由伊拉克往叙利亚的方向 来开始重新部署 另外有一部分的已经到了黎巴嫩 也在增强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的力量的部署跟打击 我们也看到了金价一直在飙涨 目前金价已经连续涨了七天了 涨了百分之十七点多了 而且一直在涨 因为大家都开始在做避险的工作 油价也蠢蠢欲动 油价现在每一桶已经破了九十块美元了 而且已经有可能一旦爆发了以色列跟伊朗 或者是以色列跟叙利亚 而由伊朗的民兵组织 率领的伊拉克跟伊朗的民兵组织 进入叙利亚跟这个以色列直接交战的话 那这个战火就爆开了 这一战火一爆开 国际间的油价又会开始飙涨 中东地区进入更不安定的情况就越高了 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 阿拉伯世界会不会支持伊朗 介入这个战争 如果阿拉伯世界支持伊朗 介入这个战争的话 就会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战争的本质 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该怎么办 美国要挺以色列还是不挺 美国不挺以色列 他国内的犹太人的压力会很大 可是挺以色列又没有正当性 因为明明白白的是以色列 去炸这个伊朗的领事馆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行为 但是以色列干了 你说现在该怎么收拾这个烫手山芸呢 对所以拜登现在又陷入了 进退维谷的状态了 那又深陷了这个很大很大的争议 所以从这个局就可以知道说 中东因为现在对于美国真的是 失望透顶 所以很多的武器 其实都知道说你会卖给以色列 但是他们像大买特买中国大陆武器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骁龙FC31等等的 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脚屎棍来了 这个谁印度 他很会吹印度 赖老师你看 他说我们试飞了升级版的光辉战机 要跟骁龙展开竞争 就是说我们的光辉战机 三月首飞重大升级 有原电子雷达我也有啦 航空电子设备有啦 全面电子战能力我都有啦 但是你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拆解一下 你就知道烂透了啦 你用的是什么 你是轻型战斗机 而且你还用了F404的 这个发动机 你会受到美国卡脖子好吗 然后更别说你成本 三千多万美元 首批的这个战机 没有办法全套生产配置 你没有办法一体化 骁龙不一样 人家是巴铁跟重大都合作的 我们把数字摊开一下 最大速度 你一千九百多公里 人家他也是一千九 那马赫差不多 然后航程差不多 但是呢武器呢 你武器到底有什么武器 人家骁龙可以发射 霹雳腰五跟英级八三 这些厉害的重磅武器 骁龙战机是一手成熟的战机了 它已经在巴基斯坦 已经经过多次的实战 不管是跟印度之间的较量 或者是跟周边国家的较量 还有就是骁龙战机已经外销出口到了中东地区 而且已经多次的参加了航展 对 不管是在于这个杜拜的航展 或是在其他地方 它的航展的出席率 还有就是说它的实战经验 跟它的性能在中东国家里面是有口碑的 光卫战机再努力 不要在莫迪的眼皮子底下掉下来 又变火球 又变成一颗火球 然后这个飞行员紧急跳伞 然后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莫迪摆拍是可以啦 对 摆拍啊 我们这个RODA就是这个啦 穿着这个飞行员的衣服 然后戴的那个AO眼镜 然后装得很帅的样子 还好那一架飞机没有摔 因为他也不是他开的啦 他也不会开 不是 如果那架飞机摔的话 他们两个人一摔下去啊 你看那个年轻小伙子摔都动弹不得了 然后莫迪一摔还得了啊 他老仙 不过他可能因为有打这个 对 残坐 打残坐 然后又是老仙 对 莫迪老仙 莫迪老仙 很有可能就是 要掉到地面的时候呢 他又藤云架务飘起来了 这个也很难说 但是至少他的那一架战机 没有摔 搞不好他飞上去 没有几分钟港会飞下来 对啊 谁知道哪一架会摔下来 对 没有人知道啊 但是反正你说好棒棒就好棒棒吧 反正你们印度人的嘴最厉害了 你棒棒就棒棒啦 就继续棒下去吧 重点是谁敢买你的光辉战机 我也蛮好奇 你说要跟光辉来对价 重点是他光辉卖得好都不得了 你跟他比 你到底谁要跟你买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呢 说到光辉 还有呢 中国大陆照飞机 因为FC3A中东也抢的药 FC3A在中国大陆用的是歼35 这重邦消息来了 歼35喷黑烟 你不要以为他是故障还怎么样 他在进行空中放油测试 被误认为是冒黑烟 那为什么要冒黑烟呢 因为譬如说以苏27为例 起飞重量是30对 但着陆重量只有21对 所以如果一旦遇到问题的话 比如说你刚起飞 那就出现了 你本身的重量 大于着陆重量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要放油减轻来自保 因此他现在做的是一个放油的测试 代表他快服役了 歼35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怎么那么快 不是因为当初都是在传说中 因为我们原来看到的都是歼20嘛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歼20 在这个国庆的时候 他的编队飞行 然后那种英姿泛花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歼20进驻量产 然后美国非常惊讶的说 量产300架了 那我们F22已经输了 对 输残 然后F35要1.5架打一架 那怎么办呢 然后美国人开始有点紧张了 说我们原本以为 你的量产的速度不会那么快 对啊 结果你的量产速度这么快 结果原本都没有影的 歼35突然间 冒出来 横空出事 横空出事 对 首飞在哪一天我都不知道 好好奇 就首飞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 结果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冒黑烟了 而且已经要作为舰载机了 而且它的舰载机 竟然可以用在 这个滑药序的舰载机 也可以用在弹射式的舰载机 哇 这个让美国实在是情何以堪 就是我们的F22停产 我们现在F35 因为预算不够 我们的生产已经有点紧张了 结果你 来第二款了 尖20 你快速的量产 结果你尖35 而且还做外销型的 对 F31 很多国家如果要排队买 这个F35 然后发觉你的性能又没有比较好 对 然后尖35还比你强 对 然后再算一算 你又那么贵 而且你还要等那么久 干脆测单 测单整个买那个FC31 那不得了啊 那也就是我 我的出口型的隐身战机 又开始卖了 对 那印度光辉战机加油 你还不是隐身版的 加油 对 你这个加油 但是这个加的油可能 也许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 你赢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刚刚赖老师特别提到什么 因为美国啊 就是很多问题 造舰问题我们谈很多 那飞机也真的出了状况 赖老师刚才特别讲了 歼20 然后歼35这么快 那美国的部分 哎呀尴尬了 波音真的很多事情 他包括了民用飞机 大家可能有点担心 就他军用飞机还说 没有新订单 我们超级大黄蜂 要在2027年停产了 又在哭穷了 说美国海军本月增加了 17架的超级大黄蜂 那当然为我们的生产工作呢 延长了几年 不过呢 接下来又没有新客户啦 所以呢 真的真的是蛮惨的 美国海军本来像波音 采购20架的超级大黄蜂 又是因为通膨啦 20架改变17架 然后呢也让他呢 这个延后 从2025年官场到2027 是这样子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中国大陆 一定要从美国这边学到 教训 很多的经验 我觉得 失敌 或是失疑之场 以致疑 这个是一定要学习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从对手 他所犯的错里面学到经验 你记不记得你刚刚谈到 说美国的军舰 现在都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造舰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候 一下造太多 雷根 后来也没有订单了嘛 没有订单了以后 那你想这些企业没有订单 他怎么活下去 他总不能够没工作做 然后看看国外也没有人要买 然后结果我又手上没订单 然后国外也没有人要买 然后我的造价又这么的贵 那我的很多零料件的生产商 他没有这个买单下来 他经营不下去了 他就说那对不起 我不帮你做了 我做别的了 所以他就转型 要不就是关厂了 就倒闭了 这是一种嘛 另外一种就是 那组装厂 这个大厂 这个大厂他手上没订单了以后 他那些焊接工 所有的那些那就解散了嘛 因为我做不下去了 我又没有办法坐名船 然后我的军舰又没有订单 然后国外的也没订单 我就关掉了 好 这个就发生在他们的海军 所以造成今天 美国的这个原来在这个西海岸 里面有几十家的 这个海军造船厂 现在只剩下三四家而已 都关掉了 那空军现在面对同样的情况了 因为当初造太多 造太多以后 这些飞机都还在全售旗内 那甚至还可以延售 就说当我的国防预算不够高的时候 那我目前看起来战是不吃紧 我就再往后延 有时候我就把它升级一点 我就往后延个五年 十年 那我这个战机就可以用了四十年 本来一般来讲 三十年的战机大概就要除役了 结果呢我现在干脆用到三十五年 用到四十年 结果这些公司 他的订单就一直减少了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看说 那你卖嘛 卖出去 刚开始美国也很难卖啊 他用政治力的胁迫啊 就是逼着你买这个 逼着你买那个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F18战机不是要外销型的 他外销型的是F16 因为是轻型战机 F18是重型战机 那他重型战机是不打算卖的 他要卖的是便宜的 是功能比较差一点的 例如说他绝对不会卖F22 他卖F35嘛 同样的他不卖F18的时候 他就卖F16嘛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看到的美国的情况就出现了 哎 那我没有订单了 可是我的自己的军队 也没有需要那么多 那我怎么办 对 那就关场了 真的关场了 那但是又不能让你关场 因为那些人员啊 因为波音他现在的最大的困扰是在哪里 一方面是他的民用的订单没有了 对 大家都在紧张了 嗯 结果当他的军用也没有以后 波音就双亏损 我看波音 亏损五六年 可能跑不掉了 对啊 所以呢 这个ABC啊 现在未来C919 可能呢也会越来越加茁壮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损控 本来就是事先淹ULL 声明车的地步 编沙心 症悶 居下 ad罗 很好 对 我也不想